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赵亚铭 寄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 发生在波兰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那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 有一些犹太人 他们的身份和位置非常的尴尬 这些人就是当时犹太隔离区中的犹太警察 正是这些犹太警察 负责将他们的同胞送上运牲口的卡车 当时在华沙犹太隔离区 有2000名犹太人警察 他们的行为受到了目击者的一致谴责 有一位幸存者他回忆说 这些警察非常的无情 他们坐在用马拉着的大车上 一路查封房子 所有人都得出来 他们挨家挨户 把人拖出来 他们这么做 无非是希望为自己和家人保命 或者分到一些食物 到最后 如果实在凑不齐需要的数目 他们就会闯进家门 把人拖下楼梯 赶上马车 当时犹太警察接到命令 他们每个人必须带五个人去转运 犹太隔离区里总共有2000名警察 这就意味着 他们要找到一万名受害者 如果他们不完成任务 那么他们自己就有可能被处死 有的幸存者说 犹太警察以惊人的贪污和缺德著称 他们接受了最恶心的任务 没有一句话的抗议 还把自己的同胞领向了土场 那么犹太警察的所作所为 自然遭受了无数的谴责 1942年10月29日 犹太警察的头子 雅各布 来一斤被暗杀 当然也有一些犹太警察 拒绝与德国人合作 根据记录 当时有20到30个犹太警察 为他们的正义和勇气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有关犹太人和德国人合作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很少有人对这个事情 进行深入的研究 战后伟大的纳粹猎手 西蒙·维森塔尔 他曾经写道 我们几乎很少去谴责 那些与纳粹合作的犹太人 战争结束之后 对于那些原来在犹太隔离区 和集中营里 滥用职权的犹太人 我要求将他们 开除出犹太人委员会 可是我却被告知 这样做 只会减轻纳粹的罪行 他连布林卡的一位幸存者 维尔尼克 他曾写道 德国人另外一个惊人的特点 就是他们有能力 在其他种族中 找到和他们一样的多落分子 并且最终为他们所用 据估计 到了1941年底 盖尔泰堡在总族区 大约有1.5万名犹太的县人 以亚伯拉罕 刚斯瓦赫为首的犹太自卫队 曾经协助德国人 寻找藏密起来的犹太人 以罗斯基领导的自由犹太人协会 他们负责秘密监视 犹太人的地下组织 犹太人战斗组织的活动 1943年1月 当犹太人开始抵抗又一轮驱逐的时候 结果犹太人战斗组织的秘密基地 被德国人发现了 当时犹太人战斗组织 向犹太人的叛徒们发出了警告 说如果你们还不立即停止 如此卑鄙的行为 就将被处死 当时盖世太保的犹太人情报员 阿尔弗雷德 诺西格教授就被暗杀了 在华沙犹太隔离区 有犹太人自己的秘密法庭 59个叛徒在这里被判处了此行 面对着驱逐和随之而来的死亡 当时的犹太人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要么选择抵抗 要么藏起来 然而这些犹太人 对于已经发生了一切 仍然抱有怀疑的态度 即使早已经有犹太人受害者告知一切 即使无数的波兰人 已经亲眼见证了惨剧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已经认定了 犹太人在被迫害的事实 那么还是有很多犹太人 采取的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心 像一位来自罗兹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 在他1943年9月27日的日记中是这么写的 波兰各城市都流传着一个谣言 说德国人要清洗犹太隔离区 依我的看法 他们太夸大事实了 跟以往一样 即使在这些城市发生了某些过分的行动 也不能说明德国人就要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了 至少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从这篇日记我们就可以看到 尽管针对犹太人的屠杀 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类的浩劫 即使它已经发生在人们的面前 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一时反应不过来 而且很多犹太人还一直固执的认为 只有那些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才会被屠杀 曾经有人写道 工人和幸运的拿到了工作许可证的人 他们太希望活下去了 这种愿望不及后果的盖过了反抗意志 强过了保卫整个犹太社区的想法 这多少是由于三年来 德国人对犹太人空前的残酷统治 造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全面崩溃 尤其是时不时的驱逐 让这种崩溃达到了一个高峰 所以这一切叠加在一起造成结果就是 当真正的反抗机会来临的时候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敌人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 而德国人也在一直的利用和培植着犹太人的这种心理 1942年8月中旬 他们在华沙犹太隔离区 发出了三万张工人就业证 得到就业这种犹太人 就以为自己已经被排除在了大清除的行列之外 在罗兹犹太隔离区 饱受争议的犹太居民委员会领导人 哈伊姆·罗姆科夫斯基被德国人说服 他相信只要为德国的战争事业付出劳力 就可以免于一死 因此他宁可牺牲那些年老体弱者 甚至是十岁以下的儿童 1942年9月4日 罗姆科夫斯基召集犹太人说 放弃这些人意味着我们可以拯救更多的同胞 只有放弃他们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可以活下来 他们答应我 只要我们把这些人交出去 其他的人就不会有事 和罗姆·科夫斯基一样 伊凡莲·巴拉什是比亚维斯托克 犹太隔离区的犹太居民委员会主席 他也认为只要为德国人工作就可以逼获 但最终的证明两个人都错了 1943年底之前 比亚维斯托克隔离区的居民 就被送到了特雷布林卡 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 罗姆·犹太隔离区存在稍长 直到1944年6月 那里的犹太人才开始被送往奥斯维辛等地 而罗姆·科夫斯基本人也死在了集中营里 现在我们回头看这段历史 我们应该去尝试理解 当时的人们根本无法相信 所有的犹太人都逃脱不了灭绝的命运 不是因为他们的年龄 性别或者职业 而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而狡猾的盖世太宝也设计了圈套 力图找出所有躲藏起来的犹太人 1943年夏天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时德国人放出消息 所有持有南美国家 或者巴勒斯坦护照的犹太人 必须到华沙的波兰酒店登记 之后将允许他们离开总督区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躲起来的犹太人中 占七分之一的3500人来到了酒店 多年以来 人们一直以为德国人是故意设下这样的圈套 谎称将犹太人送往国外 实则是把他们引诱出来 不是立即杀死 就是送往集中营 后来的研究表明 在1943年中 德国人确实计划用持有南美护照的犹太人 虽然护照大部分都是伪造的 来交换被扣押在那些国家的德国人 到酒店报到的犹太人 被送到了位于法国维特尔和德国贝尔根贝尔森 居留中心 但就在这个时候 南美国家的政府撤回了发放的护照 于是德国人的计划破产了 还在波兰酒店的420名犹太人 立刻被送往 帕维亚克监狱枪杀 剩下的人中 除了几百名 持有巴勒斯坦护照的犹太人 被用来换回了 关押在那里的德国人之外 其余的犹太人 全部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被处死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 都是消极被动的 一些人都会自发的进行抵抗 即使是在集中营里 1943年8月2日 特列布林卡的犹太人 就精心策划了一次抵抗行动 犹太人把当天下午值班的人 全部换成了 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当行动的指令发出的时候 所有人都往外跑 因为他们已经用黄金 收买了撂网塔里的乌克兰的警卫 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到达树林 但最近的林子距离集中营 也有五英里远 他们跑过了沼泽 草地和沟渠 子弹在他们身旁呼啸而过 在其他的地方 特别是索比堡 囚犯特遣队也起来反抗 逃进了森林 他们在那里加入了游击队 或者成立了自己的游击队 很多犹太隔离区内 也发生了反抗起义 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最疯狂的 1942年的夏天 沃文省的27个犹太隔离区 都发生了大过目的起义 成千上万的犹太人 纷纷逃出了隔离区 总计约有47.5万人 占战前 沃文省犹太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很多人最后死在了森林里 在波兰东部的一些地方 很多犹太人 也在反抗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筛选 1942年7月下旬 莫迪凯 阿尼莱维奇 在华沙犹太隔离区 成立了犹太人战斗组织 这个战斗组织 有着明显的左倾和亲苏的倾向 阿尼莱维茨本人来自于青年卫队 战斗组织的委员会中 也有不止一个共产党的代表 这种亲苏倾向 就使得犹太抵抗组织 无论在隔离区之内 还是之外 都疏远了那些本来想帮助他们的人 因此他们只有利用战前 在波兰军队中服役的关系 请求波兰国家军 为他们提供武器装备 1943年1月4日 罗维茨基电告伦敦的波兰政府 说各种各样的犹太群体 包括共产党人 最近都请求我们提供武器装备 好像我们的军火库非常充足似的 不过我还是给了他们一些手枪 用以试探 只是我对他们是否会动用这些枪支 不抱任何的信心 罗维茨基当时非常担心 犹太隔离区内的这种骚动 很可能会引起 华沙城内更多的起义 这将导致毫无意义的屠杀 而失败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这就会无可挽回的 削弱波兰国家军的力量 1943年1月 德国人又开始了新的一轮 华沙犹太隔离区的驱逐行动 这个时候不管是隔离区内 还是隔离区外 对于是否应该抵抗 犹太人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当时到处都可以听到 犹太人中这样的声音 如果德国人再继续驱逐犹太人 他们将遭遇反抗 不过这个时候波兰国家军 极其的缺乏武器弹药 整个华沙地区只有135艇中极枪 190艇轻击枪 6045支步枪 1070支手枪 7560亿枚手榴弹 和7个反弹的炮 即使是这样 国家军还是给了犹太人战斗组织 提供了90支手枪 600枚手榴弹 35磅炸药 一艇轻击枪和一支冲锋枪 当然犹太人还可以从其他来源 获得物资 那么有人就说 波兰国家军可以更好地武装 犹太的抵抗组织 但实际上 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 1943年春天 每个犹太抵抗组织战士的装备 已经高于1944年 华沙起义时 波兰国家军战士的平均水准 波兰国家军 也对犹太战斗组织的成员 进行了培训 1943年4月19日 德军开始对华沙犹太隔离区 进行最后的清除行动 当时进入隔离区的第一队 德国士兵 就遇到了步枪和手榴弹的阻击 共有1200名 犹太战斗组织的战士 对抗2100名 装备精良的德国士兵 党委军当时企图要冲进隔离区 结果遭遇到里面 机枪火力的抵抗 四辆装甲车随后而来 开始炮轰房屋 一位犹太抵抗组织的成员 后来写道 我实在觉得扬眉吐气 因为这是犹太人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人也惧怕武力 武力也可以用来对付他们 我们当然知道 要彻底战胜他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还知道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但我们一定会带上更多的德国人 犹太抵抗组织的战士们 他们把手子弹和炸弹都扔了出去 他们要让华沙的街头 到处都是德国人的血 那么在第一天的战斗中 犹太战斗组织击毙了六名党卫军 和六名乌克兰卫军 波兰国家军在隔离区之外 协助起义 大量的步枪被偷运进了隔离区 也就在战斗打响的第一天 越瑟夫·帕什尼上尉 率领了一队坑道工兵 企图从隔离区外炸一个洞 帮助卷入战争的隔离区的平民逃脱 但是两名国家军的战士牺牲 四名战士受伤 这支队伍被迫撤退 4月22日 一支波兰国家军的队伍 在隔离区强附近 袭击了立陶宛的伪军 第二天 这支队伍在斯库宾斯基中尉的带领下 进攻了位于孔雀街的隔离区的大门 但是没有成功 他们在杀死了四名党卫军和警察之后 只好撤退 尽管波兰国家军在隔离区之外 对于犹太人的战斗 进行了一定的支持 但是在隔离区之内 只有5%的犹太人参加了战斗 对于其余的95%的人来说 其余那段时间 笼罩在隔离区之内的 只是一片恐怖 他们躲进掩体 希望不被发现或者被烧死 事实上 德军的战术似乎更针对于平民 而非是抵抗者 犹太战斗组织的领导们 原来估计德国人会进行挨家挨户的清除 这样一来 犹太人就可以利用他们有限的武力进行反抗 造成德军的伤亡 结果德国人却在4月25日 向隔离区内投掷了一枚巨大的燃烧弹 整个隔离区火光冲天 即使是躲藏在地窍或者掩体的人 都会窒息而死 德军还部署了装甲车 4月29日 在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 大约40名犹太战斗组织的战士 通过下水道逃到了奥特沃斯克附近的森林 他们在那里加入了游击队 5月的第一周 残存的犹太抵抗人员 被集中在米瓦杰附近的一个掩体里 德军向他们发起了攻击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 当德国人意识到 强弓已经没有办法拿下的时候 他们开始往掩体里扔瓦斯弹 即使没有被德国机枪的子弹打中 没有被毒气毒死 对于这些抵抗战士们来说 他们的结局只有一个 只能自杀 尤雷克维尔内呼吁全部游击队员一起自杀 罗特克 罗特布拉特 先射杀了他的母亲 然后是姐姐 最后是他自己 80%的游击队员就这么牺牲了 包括犹太战斗组织的指挥官 莫迪凯 阿尼赖维奇 5月16日 德国人引爆炸弹 炸毁了犹太大教堂 格力区起义最终落幕 大约7000名犹太人 在战斗中死亡 横石遍地 剩下的3万人 被运送到特雷布林卡处死 关于在波兰对犹太人形成大屠杀时期 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 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激烈的争论 到今天仍然没有结论 毫无疑问 反右主义的思潮在战前就引起波兰泛滥 波兰人在经济上抵制犹太人的商店 政治上又通过跨党派的协议 鼓励犹太人移民海外 在占领的早期 德国人对犹太人进行身份鉴定 征收和没收他们的财产 强迫他们服劳役 将他们集中在犹太人隔离区内 这些行为并没有引起波兰人的强烈反对 尽管波兰政府要求波兰人 不从德国人没收的犹太人财产和商店中获利 但事实上有证据表明 波兰人的确从中获取了很多 一份地下报纸在1942年就已经写到 大量抢劫前犹太人财产的案件 毋庸置疑的证明了道德的沦丧 后来德国人入侵波兰东部和苏联 开始大规模的枪杀犹太人 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没有变化 罗维茨基曾经把波兰民众的这种感情 传达给了波兰政府 当时他指出 政府政策中所传递出的那种亲友情绪 使很多波兰人开始疏远波兰政府这个政权 他还写道 说请接受一个事实 绝大多数的波兰人还是反友主义者 即使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例外 他们之间唯一的不同 是对待犹太人的方式 反友主义仍然遍布整个波兰社会 不过呢 对于德国大规模屠杀犹太人 波兰人民还是有着强烈的抵抗情绪 也正因为如此 布兰克在1941年10月15日 他颁布了一项法令 法令规定 对那些故意提供庇护 或以任何方式帮助犹太人的波兰人 将处于死刑 这是一项在其他欧洲被占领国家 从来没有发布过的法令 这说明波兰人对于遭受屠杀的犹太人 还是给予了不小的帮助的 但是对犹太人施予援助的障碍是巨大的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